我們來玩一下這個三色LED燈 那麼這個LED燈其實在我們的Smart上面已經有了 就是我們這個左上角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 左上角這一個 這一個 那這一個呢 它的用到的腳位就是我們這個上面的 有毛毛蟲這幾個 有沒有 有這幾個 所以呢 等一下你也不用改 因為它內建的你也不能改 那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這個三色LED燈 它有一種是要外接的 它就比較大顆一點 這就比較大顆 那我們上面是比較小顆 而且呢三色LED燈我們Smart用的是所謂的三色貢音 貢音的 那你先找找看 我們進到這個腳位來 剛剛我們的這個語音的不要了 可以把它丟掉 當然LED我們現在也不用到裡面可以把它丟掉 沒關係 你找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發光元件 有沒有三色LED燈 你看這裡有兩個 上面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 一般的就是我剛剛講的要外接的 另外一個我們Smart上面是這個 供應的這個 所以你要用第二個 好把它丟出來 但是腳位不用再改了 因為這個已經固定了 你改就連不上了 好就連不上了 這樣子就好了 那這個號碼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好 有剛剛幾位同學才進來的 就是 你開發版翻過來之後 後面的號碼 記得有更大小情 好 那再來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速度 不是很快嗎 你把這個 原本Smart用50 好你就把它調到 大概200或500 這樣比較不會太寬 比較不會太快 這樣速度會比較順一點 好 你看我們三色一樣 就點下去 有沒有可以設定顏色 對不對 你就拉近了 那你就可以可能一下 確認一下你的燈會不會亮 有沒有亮起來了 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啊 這個講的是三色 你好像可以設任何顏色 可是實際上它是三個燈 就同時發光而已 所以這樣混出來顏色 跟你要的應該會有一些差距 有沒有 這樣就起來了 所以那 如果你需要它這個指定時間 來更換一下的話 你可以用幾種方法 好幾種方法 你看我們在這裡 三色的 你的 這裡 你找進階 有沒有叫等待 等待 有沒有 等待幾秒鐘之後做什麼事情 好等待幾秒 比如說我在這邊 每隔一秒鐘 我來設定一個顏色 但是這個顏色 我就不要用固定了 因為這樣一秒跟等兩秒沒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那哪裡有隨機的顏色 在進基本功能裡面的顏色裡面 有沒有一個隨機顏色 你就可以這樣丟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就一秒鐘就換一個顏色 一秒鐘就換一個顏色 這樣你要記得嗎 好 所以這個你可以稍微執行看看 好 有沒有一秒就換一個 只是 顏色 透過現在一步這樣看 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好 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有沒有成功 有嗎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紅綠燈怎麼玩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 這個你不用插燈就可以了 就開放眼插上去就可以完了 來 還給各位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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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